这个男人低着头在散步 这场比赛你才进一个球 你怎么能低头散步呢 哈喽大家好呀 今天卡塔尔世界杯淘汰赛阶段比赛就正式开始了 我呢今天晚上要来看我的第一场淘汰赛 那就是阿根廷和澳大利亚的比赛 这场比赛也是非常的热门 然后呢在刚刚稍微早些时候 开始的荷兰和美国的比赛里 荷兰当然是还是完胜了美国队 因为很多人肯定都是觉得说 澳大利亚的实力不如阿根廷 那么阿根廷应该是没有问题可以晋级的 但是我也不敢保证 因为这件事被意外有点多 而且澳大利亚还有这个亚洲球队的buff 所以我也不敢多说 比赛前呢还有一项特殊的事情要去做 感谢一下这个海信爸爸 给我们带来的特殊的权益 今天也是特地准备了有关于梅西的棋子 因为今天是梅西签场的纪念 比赛开始了 今天比赛还没开始 阿根廷就唱上了 非常的激扬 他们就在我旁边唱了一整场 现在比赛进行22分钟 整个场面我觉得还是挺闷的 就两队都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机会 闷什么闷 等会儿进球就来了 看好了 奥塔门迪做球给梅西后 梅西直接低手无线扩门1比0 又进行了 联赏进行 剩两个人就够了 剩两个人就够了 联赢了 非常梦幻 在自己的第一线场里程碑 取得尽从 恭喜梅西 突然被抓着一起庆祝 梅西又拿出了 我感觉阿根廷人就是梅西只要一抖地 他们就像是你若敢碰梅西一个还蛮往冰杀死人家的感觉 比赛第57分钟 门将瑞恩送离随后阿尔瓦雷斯破门成功 2比0 阿尔瓦雷斯破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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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得上一场看那个比赛我说出来 就是我说错了阿尔马雷斯 将会是阿根廷的一个秘密武器 因为坐在阿根廷城市中间一整场 他们这首歌我属实也是巡会的 反正我现在看比赛已经无欲无球了 我现在就是个乐子人 因为我喜欢的球队已经被淘汰了 所以进球越多 大家越嗨 就好就好 本场比赛梅西其实有挺多机会的 然后呢我的朋友也跟我说 觉得梅老板也确实是老了 要是放上以前这些球可能都是必进球 大家都期待着梅西更多的进球 比赛第77分钟 古德温的射门造成恩佐打成了乌龙球 不过现场还是把这球算成了古德温的 澳大利亚2比1扳回一球 澳大利亚进球了 澳大利亚进球了 澳大利亚扳回一球 比赛还有20分钟结束 有些只有可能啊 澳大利亚进球了 随时澳大利亚一片安静 澳大利亚一片安静 澳大利亚一片安静 澳大利亚转动竟然没有进 阿根廷人已经开始提前庆祝胜利了 对不起了 视频可能变成梅西的急警了不好意思 但是最后阶段呢 美西差点又打进了一个非常漂亮的进球 还有本场比赛是老塔罗 有一点就是卢卡库了 他也是好几脚上面没有进 最后的最后阶段 澳大利亚又晚了一次心跳 差一点差一点 差一点完成了绝评 但是此刻 马丁就是所有阿根廷人的父亲 最终随着主裁判的一身少祥 阿根廷2比1 澳大利亚闯进了世界杯的八强 阿根廷进入八强 好几分钟 在第一千场里程碑的比赛里 打入进球 并且帮助自己的球队 获得胜利 对美西来说应该很关键 而且他还是本场比赛的MVP 美西又一次拿到全场最佳 再后阿根廷球员们也是来到了 死忠看谈前感谢球迷们的到场支持 当然也不是说阿根廷是一支十全十美的球队 其实看比赛人也能看出阿根廷他们的这个问题 比如说中场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所以大家觉得阿根廷能走多远呢 澳大利亚对同样值得掌声 同样值得掌声 最后一个小细节 就是阿根廷人在庆祝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见 美西最开始是在旁边的 随后是队友把他拉进了一起庆祝 我也在想 美西的性格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 比赛结束之后 大家也都不愿意离开 还在这里超转赞桌 赞美美西 赞美阿根廷 恭喜阿根廷进入八强五 河南的比赛见 因为阿根廷的这场比赛我都在 就必须得说一件事情 就是存在是被 就是存在一种可能 就是你本来对一个球员可能无感 甚至你也就是不看他比赛 但确实是被打服了那种感觉 Respair respect